那第一步我们先把前面的盖板拆下来 然后再把前备箱这四个位置的螺母 用10毫米的套筒给它拧下来 接下来把前备箱里面的盖板给它取出来 这里可以接住一只螺丝刀 在上方的位置轻轻一撬就下来了 然后把插头给它拔出来 接着把夹水孔边上的这个小卡扣也给它取出来 接下来就可以轻松的把整个前备箱拿出来了 那第二步我们可以开始拆锁扣了 还是用10毫米的套筒 把锁扣这里的两个螺母给它取出来 这里大家要注意 小心不要手划把螺丝掉进去了 那取下锁扣以后再把插头给它拔下来 这里要注意把红色的插胶给它拔到底 然后就可以拔出整个插头了 接下来我们把弹簧给它扣出来 这里要小心一点不要弹到手 接下来就可以把电器锁给它装上去了 那电器锁是装在锁扣的下方 然后再把这个圆环套到这个圆形的锁扣上 这里要注意千万别装反了 再把弹簧给它按回原位就组装好了 接着把它对准到螺丝孔的位置 把两个螺丝全部拧回去固定好 第三步我们开始接线 先把原车的红色接口插回去 然后再把电器锁与电器的接口也插上 接着把红色的线接到原车的正极取电口 这里可以用8毫米的螺母去固定 黑色的线接到进水口处的螺丝下面 然后现在我们整个前备下的电器锁已经装好了 走线的话就是从这边走过来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接地线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是接我们的正极 然后用扎带把线固定好就OK了 现在我们整个电器锁就装好了 但是先不要把东西装进去 我们先测试一下它有没有用 就OK了 接下来再把盖板给它盖回去 接着把前备箱也放回去 然后把四个螺母分别你回去就可以了